然後我們就做一下視野問題的例題跟練習 這題是聯考題 他問我說 我的眼睛可以看到XYZ的哪一張 如果要正確的寫是要看到完整的 因為有一個會看到半張 有一個會看到半張 好 那你要怎麼解決 這個題目的格子都畫好了 所以你很容易畫成像在哪裡 OK 然後你就 你當然可以用第一招 畫成像連直線 然後看有沒有通過鏡 但是你這樣的正招做的時候 你那個連線的方式不一樣 答案會有點不一樣會怪怪的 你可能要中間會好一點 好 反正是我教的那一招 現在是一劑眼睛東西很多對不對 所以用第一招 第三招嘛 眼睛只有一個東西 很多個 看你要範圍的東西會近眼睛 會比較快 那也是因為格子都畫好了 所以你要畫什麼入射線 反正線都非常的簡單 因為角度都很好找嘛 一格對一格 一格對兩個人很好做 好 你可以看到誰 你可以看到誰 好來 我們的這一招 就是眼睛畫出去 一格對一格 這個是E3 也是對E3 那所以誰完全都在我的範圍內 Z Y只有一個什麼 一半 一半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C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OK 好 這就是做法 然後呢 下一題 下一題的說法是說 有四個鏡子 你不要管它是個鏡子 你就當它是一整片鏡子都可以 就當它一整片都是鏡子 然後只是就是那個範圍 要在ABC這個範圍內而已 然後呢 有個假 它就從假跑到底 你也不要管什麼假跑到底 就當作假到底是一根棍子就可以了 然後看哪一個看到這根棍子 假到底這麼長的棍子 好 請問你 誰可以看到全部的移動過程 誰可以看到 假到底這根棍子的全部 好 我剛剛跟你講了 你可以把它就當作一整片鏡子 不要當作ABC珠 然後你就一樣可以用第一招 連那個 畫成像 連直線 連一個假 連一個椅 看它假跟椅在哪個鏡子的範圍內 就可以了 OK 就可以了 這也是第一招的做法 那你也可以用我教的其他做法做 也試看也可以 好 就是從假 打那個反射光啊什麼之類都可以 來 請問你 誰可以看到全部 誰會看到全部 誰可以看到全部 你們幫沒有39號 6號 6號 不在 15號 沒有15號 12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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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答案選誰 你答案選B喔 你選2嗎 你選B 請坐 他答案選B 答案 答案選A 答案選B 這就是做法 這就是 視野問題的解法 好 剛剛跟你講過了 現在有人考試 我這裡沒有給各位練習 你去做一些 你會做到這種題目 你家庭做的 怎麼會下這種題目 會有一個東西擋住的 你要注意一下 擋住的光 就會怎麼樣 過不去 擋住光會過不去 沒有辦法有反射光之類的 要小心一點 來注意一下這問題 這就是我們 視野問題的解法 OK嗎 OK 很好